大家好,歡迎收看10月24日,星期一的104財政科專題研習,我是Aster陳一提 先和大家看看今天的視訪,見到中共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名單揭曉 市場預計財金官員會有大滿血,加上零岸人民幣急扁,7.3附近是歷史新低 今天港股在大市成交金額大幅增量到1618億元的情況下,遭到急劇拋售 行指低開316點同時,失手了1萬6大關,其後跌勢有增無減 一度是跳水,急射1128點,收報在1萬5180點,暴跌1030點,跌幅到6.4% 四個交易日,連續下跌,合共射1733點,跌幅超過一成 國指方面,收報在5114點,跌402點,急跌7.3% 4字跌穿3000點的大關,又將指數成立以來的新低,再向下測身 去到2768點,最終收報2801點,跌了299點,急射近一成 見到今天大市一片仇雲產霧,成家榜頭20位的個股得回控 可以抗跌升回1.3%期的全軍覆沒 而4的股份更是明顯的重災區,多隻股份也見到最少用12周的新低 騰訊美團,阿里巴巴,京東快手,急跌一成一到一成半不等 另外,股價方面,一直波動的內房股份和物館股份跌幅也比較大 接下來會進入到專題研習的部分 我們今天先揭曉一下,要講什麼主題 就是內地意康展望 OK 20大,有沒有想嘆氣的感覺? 20大就閉一幕了 今天的市場,剛才你也有提到一些 我們平時看著,都是那幾隻大的 美團,京東,快手,騰訊 阿里巴巴,受災 對,這些比較熱門的股份 今天全部都是跌超過一成的 其實不只是方約股,很多的板塊都是這樣跌的 但是方約股很明顯 對,這幾隻的市值比較大 都很誇張 同時我們看到一些做空類的ETF 即沽空市的ETF,即買反向 那些的資金流入又比較大 同時的升幅又比較多 其實,或者這樣問 你覺得有沒有一個恐慌情緒在這裡? 很明顯有,是嗎? 這樣跌倒,挑水 你也跟我說沒有恐慌不可能 現在的關鍵就來了 究竟那些傳統智慧還能否發揮得到? 即別人恐懼的時候,我貪男 究竟還行不行? 你不知道別人要恐懼多久呢? 對,現在可能大家都在困難 可能在18,18時想一次 18,18時想一次 18,18時又想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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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可以想到18,15時 現在已經是18,15時 今天距離 險手而已 對,只差82時而已 但其實我們平時看公司的業績 其實都看到他們業務上不是做得差的 如果你真的看一份業績報告 這樣就還好 其實有些是因為之前更差 所以你對比起上來 有一個可能同的升 或者比預期好 也看到他們說 業績出來的數字或者表現 很多時候跟股價走一個雙方的方向 股價一直這樣去 然後業績就說很安年 不知道升多少 即是問題究竟在哪裏呢? 是不是就是一些政治因素搞到這樣呢? 究竟是不是因為政治因素不好說 但是我們也會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這次這個 中共二十大閉幕之後的市場上 總結了什麼重點出來的 其實這次很明顯看到 新的領導班子會交替 即會有更替 更替換血的 尤其在財金方面 其實本身那班子 那些人都沒有幾個靜 所以也有機會是今天的市場 比較動盪的原因 因為大家其實有些 不太知道之後的經濟局面 會是怎樣 不太知道會有些什麼人 in charge 這樣的感覺 與其這個新領導層 就會在12月份 有一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到時就會制定一些新的經濟策略 有機會會有些比較重大的轉折 或者方向究竟是怎樣 到時可能才會明確的 說不定就要去到那時候 才叫做軍心會穩一點 因為有方向 現在好像有很多未知的狀態 還有可能就是之前 這個20大會議之前 可能市場對它的衝景太大 一直都是想 期望著會有些明確的政策方針 去救經濟 或者救內房也好 通關方面 疫情方面也好 但到最後出來 其實除了堅持強硬地 要這個動態清零之外 其他有沒有什麼舊經濟的措施 其實都沒有看到 可能就是有個失望情緒 再加上外圍因素 一次過就崩了下去 其實在這一年裡面 大家學到的一種東西 就是不要期望過告 不要期望沒有失望 其實真的是這樣 這一次也不是說 完全沒有一些東西 是可以大家去斟酌去看的 是 因為你說具體有什麼 實質的措施 好像真的比較少見 但是有一些字眼 大家可以去斟酌一下 可以借一借 例如在這次20大會議 領導人重新說 發展市第一要務 有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本身是單純要增長的 但是現在就要平衡增長了 而且要注意安全風險和可持續性 又怎樣去發展 平衡增長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不可以惡性增長 就是要健康增長 本身他們不是做了很多監管 其實都在裡面見到少少苗頭 就是反壟斷那種 要有一個健康的市場環境 沒錯 另外也有說到 內地對於監管進行了重置 但是是沒有放棄增長的 想告訴大家 其實兩件事是要兼顧的 不會為了其中一件事 就放棄其他事情 就是可能 本身他們怕監管做得太多的話 市場就會害怕 會有恐慌 但是現在就說沒有放棄增長的 另外有大行就說 2023年可能會有一個 比較有約束力的增長目標 大概是會超過百分之五的 那種增長目標 對 可能是有少少那種低技術效果 是否樂觀了少少 其實今年的表現 真的客觀來說比較差 可能就是明年的時候 將來賣賣 今年可能追落後 但是是否明年就會好呢 這也是一個疑問 因為本身有很多人的預算 不是很多人 很多行或分析員的預算 就是覺得去到明年上半年 那個經濟重新開放會 會有利回整個復甦的 但是 但是 因為現在多次強調要動態清零 你看到所有官媒 內地的流行病專家 都是很配合的去說 基本上統一了口徑 所以有機會是會給原先 預定的時間 要推遲去做復甦 但是 有去想想的 始終這個環境 大家都相信最壞的環境 是今年已經出現了 有大家都相信 起碼他有這個想法 就是你明年為何會好些 他在哪裏 為何明年會有一個好些的預期 就是因為今年 理論上就是最差 而且你預期到現在 其實也很難說走回頭 會不會是比三月差 就是明年的狀況 應該說 就算你疫情真的有這麼反覆 甚至更加差 但是大家可能那個心態 是不會再這麼害怕 對 因為你已經經歷過 下次你有了防備之後 這些就 沒有理由 我們的心理是沒有進步的 沒錯 另外還有一個他們看出的 就是內地二十大報告裡面 提出要規範財富積累 行門認為是有助內地經濟少少轉型 就是由投資向轉為消費向 例如摩安士丹利 他們有特別著墨在房地產方面 因為其實房地產真的很難不看 因為它現在是一個關鍵問題 其實 它也是最大的問題 內房的數字是因為太誇張 所以一直都無法解決 但是如果這個規範財富累積 聽起來好像很恐怖 其實你剛才也有解釋到 就是說 將經濟由投資轉為消費 也就是說 將由平台經濟 數字經濟 轉到實體經濟 就是說 科技股很可能 接下來已經可以抹掉它 強腦之磨 對 就是我們剛才說 全部跌超過10%的那堆股份 接下來的 不要說增長 能不能夠維持戰水平 如果我們轉去一個實體經濟的話 是不是應該要選一些 消費類 將那個位級的人數 不同收入層 不同層級的人 都有在裡面的公司呢 理論上 獲益就會比較大 可能是一些點訊公司 或者是 其實美團 都 都看好一點點 所以是 又科技 然後又消費 這兩種抗驗都佔的 可能就 腳掃一點點 因為你美團 自己的產業鏈裡面 它有很多不同層級的人 都在裡面 就變成 它的受惠 那個闊度大了 變相就是 它比較靠拢消費經濟模式那邊 另外說回內房方面 剛才就說 沒得不提的一件事 尤其是內房也是一種消費 它是大大不消費 太大 超大不消費 內房方面 有行認爲 摩根士丹利認為 它的政策靈活性是頗高的 有機會會有更多的寬鬆政策 市場可能會 希望可以有多一些 針對供給 即是開發商的政策出爐 但其實 你如果看回 現時也不是說沒有政策 不停有些比較積極的政策 是 但是它刺激 但是它是不是真的很幫助到那個需求 即是它是刺激的需求 但是 好像在新房銷售上 沒有什麼反應 傳遞不到過去 因為你看回他們新房銷售的數字 還在環比下降 如果你將它和二手樓市場去比較的話 你就會看到一個很鮮明的對比 其實就是說什麼呢 不是大家不想要樓 而是大家依然對你那些交付與受訪 沒有信心 就是 大家想買樓的意欲可能有回來的 但是大家就轉身去買二手樓 不敢買新樓 所以我想要那個信心恢復都還要很長一段時間 而且就會變成 其實就是說你如何增加那個需求 都解決不了這個政策問題 因為大家就走去買二手樓 就是變相的問題 其實根本就不在那個供需那裡 沒錯 那再講一講這個匯豐 那不要只講一間 就是不要講一間大行only 那匯豐呢 就對內地市場看法是中性的 就說 內地資本市場是年內 區內 再加表現最差的市場之一 那看回富時中國指數 年初至今年雷跌超過三成六 那也都很明顯地是整個經濟環境 面對緊疫風 而新冠疫情再爆發 也都會持續激制這個消費者的信心 那至於增長引擎 其實有一段時間都放在出口裡 而出口的數字都放緩了 那還有一樣 我們剛才說的 Main program 就是內房都形態處理的 那所以好像方方面面都不是有特別好的消息 那最終呢 他們是將2022年內地的經濟增長 預測下調到百分之三點五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次 小小展望對於內地經濟的狀況 那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